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期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些题外的话 昨天昨天我跟一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无意中就搜到了一个微博 搜到了一个百度之道 然后那是里面有一个人问 哎09为什么取了一个ID叫再见孙悟空啊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的这个 就是让我看了觉得非常的令人发誓 就当场我就小骂脏话了 你怎么能这么冷静的就把我当时取ID的一个心态 一个心里就这么清晰的就给分析出来了 然后我发了这么一微博 下面就有人评论 下面有人说 这个鲁迅先生在这个百草原三位书中的这个中心思想呢 那个鲁迅先生他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的教育局伟大的教育局领导 他怎么能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这个中心思想的这个含义了呢 然后我这边又有一个问题 要非常旁敲侧击的吐槽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12平台了 其实这12天梯系统还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存在的 你看他包括他最近推出了一个什么演员 就是你打的比较好的视频可以上传 然后有解说帮你解说 你说就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 可能你自己打的本身挺好的 但是你自己觉得挺菜 自己挺菜的 可能你自己本身打的挺菜的 你自己觉得自己本身打挺好的 你自己都不清楚 你自己一个DOTA水平是怎么样 你夭夭怎么能就知道了我的一个这个DOTA的一个水平 用一个数字来衡量呢 对吧 但是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现实 非常的残酷 就是现实往往是会就是这么样的残酷 那个最近不是猪子马鸡也改打这个四号位了 在我心中他永远是这个一号位 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号位 那就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对不对 必须要来学习一下 如何能够把你的DOTA水平提高上去 这样在你的机友质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这么坑 是吧 你怎么不变鸟 你怎么不辅助 这你就可以告诉他 我单排了一个1800分的号 是吧 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哑口无言了 就是你要 就是这是一般我的一个态度 一般你要就是 怎么说呢 你面对这个无情的现实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一个强者 然后你才能够说这样的话 比如说 你说哎呀 这个天积分其实我也挺菜 就是其实我也挺厉害的 但是这个天积分 我老是辅助什么的 就是找各种理由 我觉得你起码 起码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东西出来 那么今天的这个丛林单排就是教你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今天给大家做的英雄是这个小骷髅和末日 我给大家讲一下 最近我也是非常的低谷 其实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吧 我觉得挺平静的 已经挺平静的了 请以后不要再说 我是专业的这个解说 因为我发现现在娱乐的解说更加的受宠 然后 我是一个这个不专业的娱乐情节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骷髅 小骷髅这个英雄 一般来说 我用他来说的话 一般还是胜率非常高的 这个版本小骷髅的能力也很强 因为这个版本他强调着打架 小骷髅前期打架能力是不错的 而且他有一定的carry能力 对线能力也很不错 现在这个版本节奏非常非常快 你不打架真的没法玩 你说你一个只会刷钱的这种思路 你就稳妥打钱这种思路 就DOTA已经没法玩了 我觉得DOTA这个游戏真的太不适合新手生存了 真的 我觉得你说我要是一个从来没玩过的人 我去玩这个比如说11天梯 你说我得在这个七八百分的局里面 我保持一个30% 30% 20%的这种胜率 我得打一个月 我可能才能够有一个提升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是很困难 现在这个DOTA节奏特别特别的快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保持着一个刷钱的思路 基本上你不去干人就是等死 所以说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干人 小骷髅这个英雄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火箭是要主家的 然后这个疾风部呢是要附加的 这个扫射前期是可以点一级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能solo的话尽量solo 当然你如果对自己的兑现没自信的话 你可以这个疾风部少点几级 但是solo的话我个人建议是附加出疾风部的 因为疾风部它是一个线性的提升 它一级加11%的移动速度 4级加44% 因为就意味着你一个灵魂剑吃一个怪以后你马上就可以赶去干个 然后这个火箭主家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商量的 因为8点的魔号就可以有一个50点的魔法伤害 这个我觉得挺给力的 前期还是挺猛的 这个技能配合让你吃兵 前期几件射出来的那伤害挺高的 然后他的出装我这边得给大家 必须给大家扫一下忙 很多人打小骷髅的时候喜欢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装备 比如说瓶子 幽灵系带 灵魂界 我觉得最强的小骷髅肯定是罗紫苑的 这个跟你们说实话了 我分析这个英雄要打的 就是要打出他的最强节奏 他肯定是 打路人就是要打出你自己的最强节奏 你就是肯定是罗紫苑 罗紫苑你就有这种单杀能力 就能限制对方的这种打钱空间 然后你就到处吃野 到处收落单 推塔能力也比较强 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一个鞋子就可以罗紫苑了 然后前期可能出一些基本装过渡吧 熟知什么的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小骷髅这英雄就基本上就这样吧 就讲完了 然后具体的多的东西 看那个视频里面可能再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反思吧 然后还要提一下就是紫苑之后 紫苑之后的话有这么几种选择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是出这个输出装 就把输出进行到底 因为你保证你每一波团前面能吃一个1100血的大怪 你的这个肉就已经很足够了 你就是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种秒人能力 因为你本身有一个紫苑嘛 你紫苑上去以后加上你的扫射 你的这个进攻就是最强的防守 对于这个英雄来说他已经比较肉了 他不需要再出一些肉装 然后水晶剑 金箍棒这种是首选的 当然如果有实在是有这种物理的DPS要跟你对拼 你感觉闪避很重要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蝴蝶 一般是选择这几样 当然也有一些非主流的搞法 比如说他搞一个勋章去打Gank 或者是搞一个冰眼 去打一个这样的一个半肉半DPS 这种也有 然后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是主流 主流的话还是紫苑之后直接出DPS装饰最主流的 也是最容易打出路人的个人节奏的 好了这个英雄我们讲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末世使者 今天还给大家讲英雄末世使者 末世使者这个英雄我也有过研究 大概讲一下大家路人局里面的末世使者 该怎么打吧 打过也贫了 非常焦虑啊 非常焦虑 这个最近 最近还行 网吧的业务非常好 然后大家都很络绎不绝 在20号当天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奖品 然后有一些冲送 可能因为最近 网马一些策略吧 就是不能够再做冲送了 已经好久没做冲送了 因为现在就不做冲送 已经是每天下午就开始排队了 就就至少等一会儿才能上网 就没什么空机器了 所以 所以20号当天 长周的这网马可能还是准备一些活动 然后 末日这个英雄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英雄 大家有两种打法 一般比较多的是打野 直接出来一个补刀斧 一个圆盾 就去吃大怪去了 感觉自己很嗨 大家也觉得很快 其实这种是很容易跟不上打架的 尤其是你如果主家吃冰的话 你会容易很尴尬 因为现在这个野怪的技能都不是特别强力 比如说你前期偷到这个野怪 你如果不是出秘法的话 你前期魔会不够 你经常 而且他技能也不是很强力 这样就导致你刚正面又没有控制剂 你比如说吃网怪的话 他很费魔 就是末日这个英雄打架 他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是不能主持 就是你如果打野的话 是不能主持冰的 然后你打野的话 还是要主家这个焦土 然后 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出点金 因为这个节奏实在是 如果双方的水平不是很强 经常不需要PK 而且你们这边可能真的需要你无解肥 才能带领节奏 这个时候你可能本身节奏特别好 你去刷一下这种可以 但是正常情况下 现在就是要打架 你就得主焦土 然后去打架 然后他的出装的话 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出点金 当然出点金 你可能刷得快 出完点金 出个引刀 出去单杀一波 感觉节奏挺好的 但是这个时间就太长了 真空气太长了 我个人推荐的话 还是你前期相位绿鞋 二选一 或者你有的同学 甲腿情有独钟 那也可以 升级个鞋子 然后你做一个护腕大磨棒 如果你不出密法的话 你是要出基本装的 不然你磨不够 然后你就赶紧出一个 加防御的装备 比如说板甲 这样的话 你配上高等级的焦土 所以刚正面能力很强 冲振型的能力很强 我觉得这个是末日 现在前期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他的冲振型能力 但是这个也要有装备支持 因为他初始护甲不够高 然后他的魔法不够多 他怎么说呢 就是虽然能够废对方一个人 但是他并没有控制剂 他的踩比较难放 往的话非常耗蓝 而且只能往一个人 就感觉又没有伤害 然后所以说 他这个英雄 我对他的一个理解就是 最强前期最大的亮点 应该是他的一个冲脸 他冲脸真的对方没办法 他可以直接度上去之后 直接冲别人脸 那个人就只能走 这样的话 对方就直接损失一个战斗力了 所以说你前期要把你这个优势发挥出来的话 出一下护腕 大魔棒 然后相位 绿鞋 二选一 我觉得这比较好 然后 然后你冲脸冲成功了 就你 打架有贡献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选择去 比如说 打拨钱啊 然后补一拨 再出来打一架 这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中单的话 杜姆也是同样的思路 也是要出这个 也可以出个瓶子 因为他磨不太够嘛 然后你可以出这个 出一些这个前期刚正面的装备 护腕大魔棒是首选 然后升级鞋子 对吧 然后战鼓看情况出或者不出 不出的话也可以 不出的话 你直接尽快速度掏出引刀 因为有了引刀以后 你那个踩就很容易踩到人 你比如说你偷一个人马的踩 这样的话你的杀人成功率很高 你刚正面又猛 然后单杀的成功率高 然后你引刀引过去 啪一个普攻 啪一脚踩住 然后开胶土给大招 然后再给这个V 基本上这个人就必死了 有这种单杀的成功率之后 你刚正面又强 对面打不了团 然后你单杀又猛 对面就不能落单打钱 然后你就可以刷钱了 你就一下子刷的比别人肥 这个思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那么 出装方面的话 还有一种肉桩的路线 就是挑战加西瓦 还有一种DPS的路线 就是引刀加强袭 这两种路线 我都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你先出挑战 再出西瓦 强化你的冲联 或者先出引刀 再出强袭 先是强化单杀 再强化DPS 这两种都可以 或者出了引刀 再先肉一点 再转DPS 都是可以的 反正这个英雄 刷到后期 什么状位都可以出 你出刷新A帐也可以 你出这个龙心强袭 也挺厉害的 甚至你可以搞把蝴蝶 感觉非常炫酷 对吧 也不做多的解释 这一生我打职业的时候 玩挺多的 最近玩的不是特别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视角的视频 还有就是上一期的抽奖 我们这期一起抽 会在片尾的广告环节结束之后 我知道我这个有很多关心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我希望大家这个 就不要做不要做谁的脑残粉 大家要做自己的脑残粉 大家自己努力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 首先是我们代话环节 有一个GGGAY想了半天要说什么 他说肥丁小朋友 你看见了吗 九神我爱你是吧 哈哈哈哈 也挺别扭的 自己爱自己 这个 1911lab 1991lab 见1991lab 九神的视频丰富了 我大学生活 看他的视频非常轻松 九神点子多花样心 希望在单排两期结束后 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对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也是花比较多的心思去想 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我比较光鲜的一面 其实不知道 我其实也有很多 很悲惨的这种 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种压力啊 什么的 这种各种各样 对吧 嗯 我也在想 但是我相信 这个后面的节目 会更加的精彩 而且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好吧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 09新一期的这个 丛林单排节目 是会从 1178分 啊 还差22分 就1800了 啊 这个 呃 上上上一局的这个 小强确实是有点 怎么说呢 呃 就是后期感觉有点 hold不住 我这个英雄 就是打一波能力 不是特别强 刚正面能力 也就一般 持续阻碍能力还行 这局我要搞一个 给力点的英雄 这几个英雄里面 我觉得 carry能力最强 应该是这个小骷髅 好的 他换给我了 呃 小骷髅是这样 小骷髅这个英雄 他前期对线比较强 他现在的火箭 一级就没有CD 这个 有点变态 有点变态 好 我们这次 哦 我们这次也是 呃 继续球上单 然后 看到了 看到了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我也是感觉到 非常的非常的暴力 他们现在是五进战 五个进战 然后 这个 大牛蕊掉了 现在他们 这几个都是 进战的面孔 三个进战的面孔 然后都有OE 而且都是成长性不错的英雄 再加一个小鱼 可能对线吃点亏 必须得 这个前期废话多一点啊 为了我们能够 更加快的 结束掉 这个 不能说结束掉吧 是达到这个单排冲 1800的这个目的 对面 锐了一个雪魔 诶 又锐了一个 他把 他把那个牛头锐掉了 然后锐了一个 OE 就是锐了一个后排的这种 法石输出 他们这种也挺完整的吧 但是 就看他们打架打的好不好 本来我想说让这个 Tide Hunter 去游一下 但是 就看他自己自不自觉了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跟大家讲过的 我这个用法球略的英雄 非常喜欢走优势路单 我们看一下 现在也是打到分数比较高 相对谨慎一点 因为现在对线没有人 所以我就不用太在意反捕 因为我反捕了 可能也只是增加数据嘛 并没有压对方的经验 反捕更重要的 还是压对方的经验 就是 比如说对方一个远程英雄 你反捕掉之后 对方只能拿到四分之一的经验 就要我只能顶兵了 我们这边队友拿到了一血 神奇的小骷髅 其实小骷髅这个英雄吧 后期挺弱的 这边潮汐拉了一波兵之后去中了 然后上路的话是个萨尔 下路的话 把这个 拿一血的这哥们干掉了 现在等级有优势 我们进行一波压制 两下 三下 他肯定打不过我 升一级火箭四下 五下 六下 W 但是有点不敢进去 这边我想等这个小兵进塔 这个小兵没进塔 这个就很尴尬 那确实他是贴了大红的 我刚进去我就死了 我先把他这个大红射掉 然后吃一棵树 他还来 他三级了 这边 我现在 他干嘛 他递我一下 他塞了我一下 还好 刚吃了棵树 他现在想点死我 但是我应该是可以反杀的 躲一进阴影之后 开一个击风步过来 看一下 一剑 两剑 三剑 最后一剑 哎呀 又是差一点 这下我们两个都弹尽两绝了 我去买东西 呃 这萨尔还是玩不错的 他拼的挺 拼的挺不错的 主要还是 这个潮汐拉了一波线 让这个线让我感觉到挺不太舒服 本来如果我一直在那种控线的话 这个 就冰线要靠近我们的塔的话 我打起来会比较有地理优势 我们这局的话 前期队友跟对面拼的也比较凶 我这边没补给了 有点小慌 当然他可能比我更加虚一点 呃 然后这里小骷髅的话 我个人如果打solo的小骷髅 我是前期 喜欢主家火箭附加疾风布的 这个扫射看情况点或者不点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不点 因为前期蓝本来就比较紧张 而且我觉得前期 我就不用扫射 我用那个hit and run也挺厉害的 就是射一箭往前走一下 射一箭往前走一下 那个输出也挺可观的 我这边第一个道具选择的还是天鹰界 然后这种编度的小骷髅呢 我也是不推荐大家出魂界的 我推荐大家直接裸一个紫苑出来 这个紫苑本身就比较平滑 你可能觉得他不是一个家属性的装备 因为他不称力量嘛 虽然说他称智力 但是他不称智力量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平滑的 因为小骷髅这个英雄 他吃一个大野怪 他本身就很肉了 他缺的就是回魔 还有一个攻击力 还有攻速 我觉得紫苑很适合他去裸 确实裸出来也厉害 这边打的那个萨尔 这段时间都没怎么上线了 正好我线上也是压力非常小 这个袁小浩拿了一血之后 被连续的干了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优势路的carry 其实心里是有点惶恐的 因为你看不到对线的人 然后就知道队友其实是在四打五 我不管他们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心里要怎么想呢 你就要想你打辅助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渴望有一条线 能够让你solo 这个时候你可能提示一下队友 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你的本职工作 还是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你没学会走路 怎么可能学会跑 怎么可能去想跑步的事情 你还是先把今天过好 再想明天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这边准备把这波兵补了 然后马上去吃一个大野怪 我有这个 有一个有一个单词叫mark 就是你要珍惜现在所有的 你看你现在不珍惜这个兵线 等一下你别人干颗的 找不到北了的时候 你再想找一条线 把你这个优势打回来 你就没这个机会了 所以说这条兵线要好好把握住 而且对面的这个萨尔 他确实是来不了了 他现在来了打不够 也是非常尴尬 好 这个不到有点问题 好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的队友 也是这个F22猛琴被干掉了 这个就是说你其实要掂量一下局势 是不是你必须要去 如果就我们平时打Dota的时候 发现有时候你其实干人干的挺顺的 但是后来又被翻盘了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的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你之前干人干的挺顺的 但是你都是假优 因为你只是干一波人 然后你就回去补了 其实这你并没有什么优势 其实干人它只是一个手段 你干了人之后 你要马上把这个塔推了 或者是去Farm一波 节奏很好 然后下一波又能干 你如果干完人马上回家补 其实并没有建立什么巨大的经济优势 这边我们是看到现场来了一个山岭 我这边吃了一个怪的话 直接把它射死了 估计四箭 你看 太没磨的 这个山岭也是非常不懂事 它觉得我可能去打野了 怎么不想一想 这个小骷髅出来可以四箭射死它呢 这个山岭过来加强了一下我的节奏 很舒服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的英雄组合不厉害 就对方的英雄的成长性比你好 比如说啊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是 比如说你是这个光法 对吧 你杀了很多人 然后你出了一个引刀暗面 然后对方呢 是一个 哎就是一个山岭 这山岭我可以杀它 它现在虽然有磨 但是我这爆发非常高 而且它只有V能够阻止我一下 但是我现在没磨了 你看我这回磨还是有点不够 但是我现在 稍等 回磨也是够了 只是现在魔法量不太够 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一个 这个引刀 引刀外面 或者你不输引刀外面 你常规一点 比如说没肯推推的这种 这种光法 但是你看到对面打赢一波之后 是一个新风盾 巷位的优鬼 这个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英雄成长性不一样 山岭应该不敢来的 我也不想杀它了 没什么意思 知道我要杀它了 捕完这波兵正好 这个吃完这波野怪正好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杀到它 但是我这个疾风布也没来了 刚才用疾风布试了一下 没有试到 回磨真的很快 你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的兵女光环什么的 只有这几个道具 我现在回磨已经很够看了 这个没买到 这山里想杀人 这个电宝想杀人 算了 上来把这山里杀了 这个节奏就很顺了 这优势路单的小骷髅就很容易打出这种节奏 但是小骷髅其实也可以打猎丹 猎丹也能打出这种节奏 中单的话 中单的话可能就 就比如说别人出瓶子的控服 这样你就容易又要尴尬 而且你前期 怎么说 还是要出个灵魂界了 中单的话就不能你这样裸子 你就感觉又要脱节奏 我也要吃大野怪去了 你看我这个发育 线上补了50个兵 杀了两个人 然后还吃了一堆野 这样的话我这个确实很肥 肥就能carry 这个 盗派这个游戏 有一些装备生长性比较强的英雄 你特别肥的话 特别容易carry 你像小骷髅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可爱的山林 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下手 虽然说 他现在长大了 并没有以前那么萌了 但是 点猫 点个山林 顶一下塔 让这个电猫逃走 这个大招的效果马上就要消失了 这局的话 我的补刀并没有做到很尽善尽美 但是节奏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看到中路的小鱼人跳了一下 中路貌似是有一波团战 我要思考一下 我是 要不要去 看了一下 应该是秒掉我们一个队友就走了的节奏 我就不去了 如果他们在中路打的话 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破上 我可以选择TP过去 可以选择疾风部赶过去 我现在疾风部已经满级了 跑得非常快 就是赶战场的速度是很快的 可以最快速度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切入角度 这个塔的血量也不是很多了 我这边为了省魔 所以没有开火箭 开了一波扫射 稍微射一下这个塔 山林也马上来了 中路的人也消失了 那么我们就不着急 先把关键道具做出来 这样他们也会打得比较难受 因为优势路的大哥 没有在帮助局势 我只是保证了自己的肥 杀掉上路的人 但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是比较稳妥 这边山林又要死了 他的跑位非常聪明 好吧 但我说错了 我还准备等疾风部CD呢 我还想这波 这波的进攻有点太贸然了 应该稍微等一下 等到我那个疾风部CD好了 再去进攻 这样的话他再往上跑 我就再开疾风部 拉开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再几个火箭就把他射死了 扫射的CD肯定是等不到的 扫射这个版本CD有点久 上路就是我发家致富的一个点 马上紫月运过来上塔一拿 马上出去带街灯 完美 这边我买一个夹腿然后TP下去 哎呦什么情况小鱼三杀了 正好 哇塞这个timing OK 还有人给我放了把浪 小鱼也是不动声色 直接死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这个魔量并不是很够 但是我有圣殿的一个回眸效果 再加上紫月的这个回眸效果 幽灵系带还能撑三点智力 还是速度速度还是很快的 只是我用魔用的太快了 我这边也也过也去抓一个兵啊 贯彻五解飞 这个就叫贯彻五解飞 也是路人中路人局中一种比较容易的这种生理的办法 现在紫月按摩还不够 但是马上就够了 这速度已经非常高了 现在这个局势就可以随便的carry了 因为 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这局的话上路单打一个那个 萨尔拼掉很多药之后 萨尔就不想跟我拼了 他觉得跟我拼药挺不划算的 而且我马上到六 他就去打架了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上路就补出了 就稳扎稳打 就补出了自己的经济和装备 然后出来一个山岭 就是怒眼 然后我就非常不留情面的 就连续的去收他 保证好自己的一个五解飞 这也是路人中 比较容易胜利的一种打法 打好对线 然后确保自己的节奏 就快速的做出了一个水晶剑 我们中路的队友 由于没有我这个强有力的支持 你看这个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其实这局我并没有 多么帮助队友去打架 但是没有人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办法说我 因为我已经是六杀零死 而且马上就carry 就是 就是 就是比较肥 14分钟 这个装备 然后也有 也有在参战 他们不是在说我 他们不是在说这个 你看这个时候还可以扮演一下和氏佬的角色 这个就非常的舒服了 这个装备在15分钟的时候它是具有统治力的 基本上可以单杀到很多很多东西 好 这个时候突然 我这边突然就看到两个人了 我就被沉默了 这边潮汐撒了把粉 然后给C 给G 我这边先隐身等一下 看他什么时候放大招 哎 这 这是别人 撒粉撒到我们了 我以为是潮汐撒的粉 我二了 潮汐这把跳还是 挺出乎意料 漂亮 潮汐还是很溜 他用那个先G后C 可以打出一个减防效果 因为 某机的这个伤害 它是一个物理伤害 但这波亏了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我很肥 刚才那波呢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操作机会的话 我应该是 呃 随便一下那个 随便一下那个山岭 然后我再打一打 但是 我当时没想 没想到的是那个粉 那个粉是他们的 我以为那个粉是潮汐撒的 不过对面也没有 也没有隐身单位 只有一个小鱼人 当时不在场 看那潮汐突然过来 我以为他撒了粉 然后我想隐身先逃一下 看潮汐会不会丢大 潮汐是没有大的 那么这波稍微断了一下节奏 稍微一点意外 啊 我也是觉得这局已经特别稳了 就没想到 被对方几个人包抄 W隐身按慢了 不然的话第一时间W出来 啊 可能也会被雪魔打倒 呃 刚才第一时间紫园在CD 不过紫园CD好的时候 可以紫园一下那个 山岭回头反打 是有机会的 因为山岭现在没有把那个 奇区外和这个技能加起来 所以打他 他是没有胜算的 就 跟他对A的话 他是没有胜算 虽然我没有吃兵的这个buff了 这边 没有抓到大怪 那么随便抓一个小怪 先把这个法师杀掉 好 杀掉了 然后等一下 看一下这边 对面又是洒了一把粉 但是潮汐的大招 直言得非常的到位 也是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 太多的 就是这种水平分数段的局 你如果能把自己打肥 队友配合你的话 其实挺容易加分的 我特别不厚道的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你看他这个烈尸路的山岭过来 确实不太好打 他分配到这个位置不太好 还好 这个小鱼呢 他刚才也是无操作 其实我 我虽然说有睁眼 但是我呢 是没有血量回头跟他反抗的 然后他刚刚应该先开一个地 然后靠近我一点再跳 这样会比较好 还是没有能打破我的无解肥阶奏 就越来越肥了 然后下一个装备的话 可以考虑出一个BKB 因为对方这几个晕加魔法还是挺多的 对 BKB对于有了紫园和水晶剑的小骷髅的提升 就是一个比较质变的一个感觉了 你像这种局吧 你打的特别肥 然后队友也是都会玩 这样的话 这种局就是铁钉板上钉钉你会加分的 但这种局呢 看起来也会比较无聊 所以我做丛林单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可能会觉得 想打一些风险性比较小的局 打一些比较肥的位置 就是能够比较快速加分 但是呢又害怕观众看了不爽 就觉得这个局看起来比较枯燥 所以这局尽快结束吧 我 我这边看情况可以不搞BKB搞 圣剑直接把他们加拿了 这个先看这个盾拿的稳不稳 肥还是蛮肥的 或者说出这个大炮也是可以的 大炮这个道具 对于有攻速有攻击力的人来说是很不错的 算是一个后期装 前期不太不太建议出 像蝴蝶大炮一样都是属于比较 蝴蝶大炮撒旦 这都属于比较后期的装备 你前期出一个的话 感觉并不是特别有用 他还不如小剑来实在 但是后期你已经有了 攻速了 有了各种各样的属性了 这个时候你在贴上他们的话 就这种如虎添翼的感觉 板上钉钉的感觉 这一非常敏锐的潮汐 抓到了山里 你直接 虽然人马开了个大 还是直接被射死了 输出太高了 我要出圣剑的话 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不出这个水晶剑的话 这个小鱼没有开出C 他第二尴尬 你小鱼要干人的时候 一定要在你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必须要按一个C 这样的话能保证你C过之后 有一个瞬间恢复 就是有一个瞬间的这个状态的恢复 所以你感觉到有危险的情况下 你就要C了 不然的话就会面临的这种 你没C出来 然后被直接秒掉 你这样这个C再也放不出来 这种比较尴尬的这种局面 对面还是非常顽强 这边紫园柱山林 这些电包拉住秒掉 电包还是有兴趣 我这边有盾的不着急 先把这个塔推了 你看小骷髅这个英雄确实挺费蓝的 其实也可以出一个魂戒 只是我觉得 魂戒这个道具不加属性 而且又缺血 魂戒这个道具对于小骷髅来说挺速成的 因为他大招可以补血 所以这个道具算是前期小骷髅的一个 好吧 要干我了 但是我有盾啊 我队友反打你怎么办 这家伙是有刃甲 算了 死死掉 这边给队友一个反打的机会 电包责任了血魔 但是被踩住了 要尴尬 这边我必须 哎 我本来说想继承一下电包的一致版的血魔杀了的 先吃一个野怪 看看他们干不干我 干我就回头反杀 这边人马 有想法 干点人马之后 这边小鱼的输出并不是特别的凶 然后这边我应该还能吃一个二连 但是加一个 哎 怎么不踢我 血魔又杀回来了 结果又是比较捉急的一个操作 呃 我们打 还是打得烂了 结果有我 有我的原因在 对面还是有种反扑意识的 我想这局 悄悄的就打完就结束了 没想到对面这反扑意识还是挺强 我老可 没有出一账 直接出了一个空冰账 这是什么意思呢 想走 也是走一个子愿路线 三子愿 血魔这个装备出的挺科学的 他在烈士局学活力球加那个 呃 加这个刃甲的出法 刚才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一个作用 就是 他先开相位 然后开刃甲 刚死一个之后 他用开 他开相位逃掉了 然后回来刚第二波 潮汐身上940准备去野外商店买自己的吹风 潮汐这个装备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杂技装 就是你可以吹自己 然后跳走 保证自己一个无敌 沉默也是出了杂技装 沉默出了个吹风 回家回磨的 小鱼在做 在做冰眼 我的话BKB也先拿到 因为刚才有人刚我脸 就是跟我刚正面的话 我感觉技能甩我还是挺疼的 我需要一个BKB的一个爆发 而且这个BKB的10秒 基本上就判了对面的死刑了 我们来找一下野怪的同时看到了一个山林 对面这种情况该怎么打 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在看到小骷髅非常肥的这种情况 其实对面有几个点打还是有问题的 一个是山林 他对仇恨的判断不足 他不知道我能不能杀到他 这是这个很关键 其实我是随时可以杀到他的 我几个火箭就把他带走 他并不对这一点并没有一个比较熟悉的认识 然后我们电包来支援的时候 他也成功送了几波 这样的话他这个点就没办法打出自己节奏 他一个点没办法打出自己节奏 你队友就很难受 你队友就没办法跟这个点配合 对面就在这种局面劣势的情况下 必须得保持着权源比较高的一个警觉性 才能有可能把这个局势搬回来 如果你想靠个人搬回来的话 你就发现自己的队友没有这个警觉性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自己去刷一下 然后打一些防守反击 就是比如说对方上头了冲塔了 这种是有机会的 我本来想抓个大野怪 这边潮起直接开大了 我必须得赶紧过来 已经死了一个人了 紫月给到山里山里也死了 这波没有什么事 不需要抓野怪了 队友挺凶的 这边我可以射死几个人 小骷髅射死了 BKB开了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 那个谁出了个绿杖 这边小骷髅跳到蓝猫 蓝猫 还是死掉了 小鱼人最终还是没有能做出自己的冰眼 这局简单的一个装备压制 主要是优势路的优势给建立了 并且确保了自己一个误解肥 虽然说中间有死过两次 雪魔也选择买活 这个人马我就专门等到他要过来的时候 给他一个子愿 这样他就被我射死了 雪魔也是非常好心 没有大我 让我继续射死这个 萨尔 山里要过来了 雪魔继续追着我再打 看一下山里位置 只要他VT2连一用 我就回头反打 我现在的疾风部是因为是在CD的 我是直接回头反打的 因为中了雪魔的一个沉默 而且跑得比我快 被干掉了 对面 在临走之前又干了我一次 这个F22是报仇了 我也要去报仇报回来 夜叉这个道具用来赶战场还是很不错的 他心里舒服多了 那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这个不能让对面走 我必须把这个人头给杀回来 对面就是这个雪魔 这两个人还在斗嘴 潮汐猎人说 舒适 别人都不愿意管你 让你不存在的 应该是要这么说 我这边准备去跟雪魔刚一级正面 看他开了刃甲 我能不能射死他 必须得报了这个一箭之仇 怎么只有一个山岭啊 山岭不是我的一个 还在吗 他瞬间解了一个装备 我靠一个误操作 我点到这个拳水里面了 但是还是可以射死的 其实你看这个夜叉加假腿了以后 就攻击动作就已经很流畅了 非常流畅 但我个人觉得夜叉不是一个首选 首选应该是水晶剑 因为小骷髅本身已经跑得挺快的 而且他在真正输出的时候 他很少有这种操作 是走一下打一下的 他真正输出的时候 因为他有扫射这个技能 其实他更更倾向于一个刚正面 而不是一个黑三状 所以我也觉得小骷髅可能出夜叉的性价比 不如出水晶剑或者出这个经过棒更高 不磨蹭了 赶紧把对方一掉 雪魔应该也是没什么兴趣了 没什么兴趣了 但我队友还是兴致勃勃 好这局最后战技还是比较好 然后可能也挺肥的吧 所以说加了比较多分 他从这个小骷髅两盘打到2000分 这局加了290多分 挺给力的 然后总分也是直接加到1791了 这局其实打的 我打的其实也挺一般的 主要是给我的farm环境比较好 而且小骷髅这个英雄 就是他一旦有了自己的节奏 他可以把对方的节奏带得很乱 他一个单杀能力 一个推塔能力 这两点让对方有点受不了 而且真正刚正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估计他BKB也有了 所以这个英雄挺给力的 大陆人 也比较的简单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是开始这个 从零单牌是1791了 已经是1791了 然后是9万6了 已经是前10万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意味着这个比你分数高的 这个人已经很少了 这个9万6 我就说里面假如说有个 有一半是真正自己在玩的 然后 我估计可能都不到一半 三分之一吧 也就几万人 两三万人 三四万人 就说 有一个LOA LOA这个英雄打路人 他挺 就是说他单杀能力不是特别强 他前期需要一个farm环境 但是队友可能会认为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辅助 所以不让他补刀 这样他确实就很难玩 那所有这几个英雄里面 大家可能最近都看我玩过 这个宗灵单拍都做过 就这个末日可能喜欢的人特别多 但是玩他的人比较少 这个山岭我也挺想玩的 但是看他已经买了圆盾去中路了 就不知道你末日给不给我玩 其实我末日以前打的还是挺出色的 我记得我打职业那会儿 经常打这个英雄 他也是属于比较凶的一个 拉扯空间的一个英雄 跟他沟通了一下 这个杜姆同学表示 自己不是很有信心 那么我就说给他秀一把 那么大话已经放了 后面的这个表现 如果打的不好 我就秒退 我就秒退 然后就扣三百 这边我也看了一下情况 这个山岭已经买机出门了 其实我打野末日 我不太会玩 我觉得末日这英雄 打野挺二的 我觉得我就喜欢玩中单末日 打野的话 肯定这两个道具是必须的 然后其他的 没想好处的吗 买个灰尔吧 这局我准备出绿鞋 出绿鞋 这样的话前期可以 打野的话 我其实挺喜欢绿鞋的 当然你高富帅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相位 然后比如你中单 先出瓶子 保证自己的补给 但是打野的话 我觉得前期老是没血 所以我出一个绿鞋 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打熊 因为我没带什么 回血的装备 所以我不想打这个怪 我想 我想 就是不想打那个熊 打那熊打的我挺伤的 这两 这两拨怪也不是特别好打 没办法 只能 上 硬上了 不是 我看能不能帮上路 上路有两个人 哎呦 我这一张彩虾 我这直接没磨了吗 这个也是非常的费蓝 我196的蓝 直接一下子没蓝 这样的话 上去上路就不够踩了 他们上路好像有点打不过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那个吃冰 什么时候能cd 我看上去感觉cd有点慢 但是我这打这个怪 好像有点打不过 我确实前期不应该买这个回二的 有点傻 我觉得 这回二的道具前期挺弱的 这个怪也不太好打 这个怪也打不过 这个就 干可一波 也没什么意思 要不我把这个怪吃了吧 吃了它 哎 吃了它 我就 回去补一波 我要去载节奏 我觉得我野区发育的速度不是很快 我也去发育的速度的话 要快的话要买补给品 比如说买吃树啊 大药啊这些 然后去打 就是去打这个野怪 因为我前期已经是买了一个回二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绿鞋先做出来 把这个高富帅进行到底是吧 不去走打野的路线了 我去干可了 我这边马上鞋子 我其实就是想省点钱 我想第一时间做出这个绿鞋 然后我就可以不用买补给品了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小算盘 那其实就是要偷一些细节 你才能够 比较好的占到便宜吗 现在滚起来雪球吗 我这边已经到位了 我这边已经到位了 而且这波兵是没有看到我的 那个赏金应该隐身了 诶 这边猴子先手了 好 这样的话 人头是留给猴子 呃 我也差不多了 我收一个助攻钱也是够钱了 这样出道绿鞋以后 我就可以钻野了 哇 这猴子非常贪婪 他连这个 这个都要抢 不跟他玩了 不跟他玩了 然后我们中路被单杀了 呃 不用去管他 我这边呢 升 刚才升的是 一级这个吃兵 因为我一般打中单末日的话 是主教徒 但是打野末日的话 刚才刚好有一个吃兵的机会 我就试一下 把这个吃兵 先把它加的等级比较高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因为大家也感觉到了 我前期的吃兵的CD非常长 刚看了一下这个介绍里面 好像能稍微减一点CD 虽然说效果不太明显 然后送来绿鞋 送了个小进化 我现在身上的这个 技能是一个冲击波 然后有一个回血的效果 配上我这个绿鞋 就是一个无伤大野了 而且现在有了两个树枝 撑一下蓝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这里非常纠结 然后还是选择了一级的这个死亡 然后这个赏金来找我了 没有关系 我回血比较好 这样好 前期只有一级的焦土 对拼能力不是特别强 我准备去干克一波 赏金找不到我去找中路的山岭了 也是比较悲剧 他前期打这个谁 打这个龙鹰 他出了一个圆盾 挺尴尬的 这样的话 他给了我一个点灯 我是不是可以去吃怪 就解消掉这个点灯 他给了我点个灯 我就直接去下路干克就算了 五级的痛苦女王 有点难杀 有点难杀 大家觉得我怎么杀了他 只能蹲一下 因为这个死骑的状态不好 这女王只要把blink用掉 我就有机会 我在这边等一下 蹲一下 但是这女王就有点猥琐的 不敢上 而且LV也没膜了 这边看到了一个 潮汐 诶 这边我可以收一波冰 再加一个小野 还不错 然后我们 这哪里的人又死了 上路有人死了 感觉这局一个二 不太 不太能带节奏 发育节奏也不好 好 这个时候 五级的女王 和四级的潮汐 对我有想法 这边 牛头给了个勾克 诶 我 我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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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王刚才可以杀了 他还敢露头 这个打野杜姆的节奏 确实有点hold不住 上路也崩了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上路的事 我比较没注意 末日的这个等级炮 是一级可以爆六级 就刚才那个血量 我如果跟他队 甚至我不能跟他队 只要牛头一个勾克 然后我一个威 那个谁就死了 女王就死了 这边他要杠我们牛头 这必须得过来救一下 后入 这波我选择了一个 非常猥琐的一个体位 这个 哎呀 我有点老眼昏花 有点没看到 这个没有看到 这个女王往哪儿 避的 也是犯了一个 比较严重的 一个技术性的失误 他原来是在这个位置 好吧 我们这个位置没有找到 也是被人暴打一顿 希望女王能原谅我 能原谅我 我 下次一定会 是吧 这时候呢 对吧 作为一个娱乐型的解说 你就千万不能的着急 你非一定要把你这个注意力 转加到一个别的东西上面 这次呢 显然不是因为我位置没有找准 显然是因为这个 道具的不够和谐 这个牛头 他给的这道沟壑呢 有点 时机不是特别完美 如果 算了没有如果了 我这些队好好打 不好打 加不了分 我们看一下对方的来势汹汹下落 我的这个道具朋友 非常的凶险 直接被带走 昊玥在心间 这个 没有办法救你了 我现在自己发育情况也不是很良好 这句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玩了 有点 还是先把 先把一些基本装做出来 前期的末日 有了灰雪以后 他要考虑的就是一个魔法量了 所以我这边选择的是一个大魔棒 加一 法师长袍 还有一小性化 这样我就够魔了 我现在 不然的话 我到六级我魔都不够 特别尴尬 我就别说三连了 我这个冲击波都不考虑了 我就一个死亡 加一个度母可能都放不出来 还行 现在对面虽然说杀了我们几个人 但是甲优 这并没有破我们的很多塔 而且并没有这种很可怕的这种英雄发育起来 那么我就来了 那么我就来了 这波赶一下节奏 那头这沟赫 把他封到了外面 这个你不要打我 我回血很快的 还来一发 走了 三发 打断了我绿鞋 很快又恢复了 我这个光环回血 加绿鞋回血 还有一个主动技能 回春术 非常的硬把 给我打个三炮C 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跟牛头也是形成了一种好既有的组合 看一下这波干哪里 这个龙鹰等级比我高的等 比我高的有点太多了吧 这个完全不能上啊 我们中路也没有伙伴们接应 那么要不一起打个野吧 这个野怪我不喜欢他 我不要吃他 人马 人马这个怪的话 对于末日来说 前期好像还不如大萨 我觉得前期末日出大 吃大萨挺好的 他前期如果你磨足够多 冲击波加这个死亡 还有大招的一个三连 是非常不错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有引刀的话 还是这个踩会比较好 包括我以前打比赛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野怪是那个小 小小狗 那个小狗的话加移动速度 我有相位有胶土 再加那个小狗 这个跑起来就跟飞了 飞了一样的 而且那个胶土的时间内 你横冲直创 根本没有人能挡得住你 但是我以前打中单 我是比较喜欢吃的怪 包括如果你现在打野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吃个狼 打野增加一些效率 或者说吃一个那个牧师 也是很不错的 有一个回魔的光环 然后还有一个回血的主动剂 没血可以用那个主动剂 一直加血 对吧 我们稍微刷了一波 打了几个野怪 下路打了过钱 那么我们上路的队友继续遭殃 那路人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弱身体 就是会遭到对方的一个围犹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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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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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